編輯的就是編輸勞金法的復學公投 因為早上的時候就邀請大家來徐生 所以就動之以期 下午的時候想說就再復書一遍 催票一下那個說之以理這樣子 其實大家對勞金法復學公投 會有一個很奇怪的困境的感覺就是 我們的敵人到底是誰 是那些老闆嗎 其實可能答對了一半 那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是因為我們到底跟老闆徵求 比較好的薪資條件 比較好的公司條件 然後最終我們是要把老闆害死嗎 就是老闆就 他就垮胎了 然後我們員工也跟著垮胎了這樣 所以就變成雙縮的局面 其實並不是這個樣子 而是希望說 我們也可以一起打造更好的工作環境 然後加速產業的進步這樣子 所以舉個例子就是我之前去 去那個送菸的時候看到都沒有垃圾覺得很厲害 然後比較熟悉設計的部分 都會講說因為他們那邊都沒有垃圾桶 所以只要有這樣子一個簡單的設計 然後就可以讓場地的環境變得很漂亮這樣 同時勞金法的狀況還是這樣 他訂定的最低的薪資條件 然後希望說以這樣子的條件為基礎 促進或是督促台灣的產業能快速的更加去做轉變 而不要停止在某一個階段上面這樣子 所以其實只要在一個遊戲規則上面的小小更動 就有機會造成我們整個大環境的大大改變這樣子 所以這其實是我們最主要想要改變 我們並不是要讓老闆垮胎 然後我們就跟著一起垮胎 所以導致有一些勞工在抗爭的時候 會有一個假兩難的狀況 以為說我這樣抗爭我就沒有工作了 可是我接受這樣子的條件 就等於我統一被老闆這樣子的壓榨 其實並不是這個樣子 而是我們希望說在這樣子的制度下面 可以跟老闆一起共創共投這樣子 所以如果你認同這份複決公投的話 現在還有機會可以來聯署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